如果有政變新聞 大家都很開心 起碼先相信了 信以為真 起碼說的時候又高興 又覺得傳這些事情的時候 起碼感覺上好像對當權者有打擊 我覺得最多就是這樣的現象 其實我覺得是有些wishful thinking 所以當權者是不是都露齒露齒 是不是希望人民議論這些 轉移它其實真正的一些經濟危機 還有其它的它搞不定的那些東西 或者這麼說它有什麼搞得定呢 事實上你講不出它現在有什麼搞得定的 反而是越搞就越和的 包括之前有一個中國社科院 有一篇文章走出來 就是說整個大灣區要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就將它變成 整個大灣區都變成一個離岸的經濟區 你講完這些東西 又是一獲足的 下架很快 是的 最後就是自己下架的這些東西 如果你說對權威有打擊 這些就是一種打擊 好像賊佬試沙布那樣 衰了然後就下架 習近平《拐架家》那篇文都下架了 是三種全言 胡聰華那幾個傳言 其實不過它講到好像有些 你覺得那些文字 對於中共裡面的政治規矩 其實是不是都有一些端利 可以看到出來是虛假呢? 甚至乎它說如果是 它上映了外地的一個條件 就是中共裡面要下民主集中制 火電文革要糾振習近平 十幾年的冤架錯案 所以這個官吏的貪官 我們要交代清楚 共二代可以保留一家公司企業 五年內有千里原北 那這些文字你覺得哪些人可以 可以怎麼說呢? 可以做到出來 可以用香港的說話就是這樣說 嗯 你確實不了這些事情 你起碼要過一兩個星期的時間 然後慢慢觀察 你才知道是不是真的 暫時來說我就覺得 這件事都存了不久了 也不是短時間的事了 由三中全會到現在是 七月的嘛 三中全會 那現在都六月八月中了 其實都 那我就覺得如果是 因為它路面是少的 但它以前偶爾其實都消失了一段時間 這個不代表什麼 我自己就覺得是 但是我覺得它自己會有一個 就是以往 如果習近平一看到 政治難關政治難題 它是解決不了的時候 它是會躲起來的 我反而覺得像是這樣 最多它可能會有健康問題 就是你以前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中美外交僵局的時候 那最近其實都有試過出現的 它不見一段時間 那最近就是因為 中國的經濟數據不好 就是走資很厲害 那另外就是 它也都是 在三中全會上面 就是就算你勉強開了也好 開完就等於沒有開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它看不通 就是尤其是中美 這個叫美國大選的問題上面 它不知道究竟誰會當選 那如果 就是華爾街日報的說法 就是昨天也有一篇報導 如果特朗普當選的話 其實這個會是中國的惡夢 尤其是 就是前天那個高志凱 鄧小平的前翻譯說 高志凱在那裡說 現在你說抗重情問他 究竟現在中國 就是習近平過去五年裡面 如果你有兩大錯誤 你說他哪個錯誤 哪兩個錯誤 那他就說出生率低 雖然他沒有指名道姓 這是習近平的錯誤 但是起碼是他自己覺得 唯一一個可以握出來的 比較 個個都認同的 個個都一定覺得 是啊 那些人現在是不生孩子 中國是不生孩子 因為 跟經濟一樣的 沒有信心就不生孩子 所以 上海人說的 我們已經是最後一代 疫情時間說是對 現在說也是對 就是說 你說要投資未來 最重要的投資是什麼 買房地產 但是現在內房爆煲 有些什麼可以信得過 有些什麼投資工具可以信得過 是不是 看不透 所有事情都躺平 所有人都對他政權不滿 但是他罵他沒有辦法 所以 你說經濟上面 搞不定的問題 就是現在出口 就是你在沒有被這個 中美貿易戰針對的時候 都尚且如此 如果特朗普上任怎麼辦呢 那昨天 我就看 這個 《華爾街日報》都有引述 一些大行去報導 瑞銀 瑞銀的說法 就是說 如果特朗普上任的話 中國的經濟增長 是可以沒有了2.5% 那是很大件事 很嚴重的 這個 再不說他現在FDI 那些外國直接投資額 就越來越少了 甚至乎是會增長 抽資抽得很厲害 如果 如果特朗普上任的話 那應該估計 習近平只有一條路會走的 就是閉關鎖國 那這個問題其實 最後來 這個結論 我想最後來就會這樣做 但是你沒有可能是三中全會 講這件事情出來的 所以不是講一些虛無飄渺的 所謂深化改革 這個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這些東西 永遠都講的 這些不是決定來的 因為你不用開會 都會這樣做的 那其實 反而你整天三中全會 證明他自己本身的管治 他那個管治露底 在現在 中國經常說 內外交困 中國這個 國際形勢複雜多變 究竟習近平這個 所謂大海裡面的舵手 他有什麼答案走出來呢 沒有 現在就是講一些 虛無飄渺的事情 中國特色現代化 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 又說要中國特色現代化 又要全面法治化 國際化 講這些廢話 講了這麼多廢話 就更加證明 他現在根本上是 他心裡沒有底 不知道這條路怎麼走 如果你要開大會 三中全會 中全會 那些事情 他就只能夠 用口號交代就算了 不開又不行 因為外界揣測 他反而 他更加不穩 他起碼是不是 都要找些東西 敷衍過去 那我起碼見到就是說 你今年這麼重要的 三中全會 應該用來交代十五規劃的 沒有了 但是你會見到 就算不是政敵也好 你會見到有很多 一些古靈精怪的傳聞走出來 或者一些文章走出來 我反而就覺得 就是習近平常說改革 是一個沒有內容的改革 這個沒有內容的改革 你就很多人拿來 其實怎麼說呢 就任意發揮 那夏寶龍都拿著三中全會 習近平說改革 拿出來說 這個改革 尤其是用到香港那裡 夏寶龍說到香港 都要響應改革 那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中國究竟怎麼改革 他自己都說不出來 中國的改革 其實都是一種開無飄渺的改革 今天自由亞洲電台也有一篇評論 未譜講的評論 究竟心花改革是什麼意思呢 要改就自然會改 不改就不改 總之 他是不是都給一個 好似答案的東西 就是你領袖嘛 人民領袖嘛 他總要整天都要指明方向 你明不明都好 他起碼去作勢 整天都要指明一些方向給你看 這些方向是什麼 你看完你都不會明白 最後你就會有三中全會精神學習會 什麼演講會 那些去解讀 但是那些東西 其實你說什麼都行 所謂的習近平心花改革那些東西 越是說這些廢話 那些人越是摸不住頭腦 越是覺得你無料到 就是在那裡初陀歲月 浪費時間根本就是 所謂其實 習近平 你就不要說是不是政變 起碼國內有共識 大陸人 其實最近流傳了一篇文 所謂的垃圾時間 中國的垃圾時間 垃圾時間 我覺得是針對這個政權 現在他的執政在那裡初陀歲月 就是所謂的垃圾時間 我覺得是 正正就是大家都對現狀不滿 就是在那裡初陀歲月 除了讓習近平死之外 大家都想不到有什麼方向 你說要一些人生孩子這樣計 或者現在中國的出生率很低 中國的出生率很低 是因為大家都對前景沒有信心 這個正正呢 尤其在貿易上面 現在中國的經濟 你說三頭馬車 只剩下這個外貿 但是外貿其實 外貿就不是叫一枝獨秀 是沒有那麼死的意思 還是叫做有很多外貿出來 但是利潤已經很低很低 所以其實 因為最近 中央其實也有個會議 就是有個決定 就是反對那些人去內卷 就是內卷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那些人鬥得太厲害了 鬥出口 鬥到沒有錢賺 沒有錢賺完之後 你要借錢 最後變成壞帳 然後走路 你整個經濟 整個外貿經濟 整個外貿經濟 那你鬥到自己沒有錢賺的時候 是不能夠持續的 這個是 現在中國你所搞的任何事情 就是一錘定音 就是由這個兩會講到三中全會 就講的這個所謂的新質生產力 還有那個叫做新三陽 那每次講完都一窩蜂的 但是一窩蜂往往之後 就是那些人 就是聰明又做不聰明又做 是不是都走去做 因為他是不是都走去做的時候 這個就是中國的怪圈 所謂的計劃經濟 原來原來你響應中央的說法去做的話 以前做晶片也好 現在所謂做真質生產力也好 你起碼借錢容易 你圈錢容易 賺不賺錢也好 你圈到一筆錢 然後徒空它 著草走老 起碼就可以騙到這些錢回來 就是你以往就是說 響應中央的呼籲 你說搞晶片那些 其實中央上角不少這些檔 但是你現在所講 講一講這些國際的形勢 你看到俄羅斯烏俄戰爭 就是大家想不到 可能可以長驅直入 孤軍直入 可以進去俄羅斯的境內 我看到有些訊息就說 它其實已經佔年了 差不多俄羅斯有1000公平方公里這樣 我查了香港只剩1,000年64公公里 整個香港這麼大 全民都說很見可能 就逃走了去一些郊區等等 其實現在這個戰爭的前景 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有沒有風險 始終你沽棍值 如果俄羅斯真的在這個環境中 這個戰爭走不了下去 會不會出現一些變天的可能性呢 這個可能性對北京又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呢 其實現在這個烏軍 最近佔領了那個富爾斯合區 是邊境城市來的 跟早前那個比爾哥羅達一樣 都是俄羅斯的邊境城市來的 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如果它佔領了這個富爾斯合區的話 可能就會不斷地增加據點 就是長區直立 甚至針對莫斯科這樣 但是這個就不容易的 首先呢 你在烏克蘭境內的一些前線的據點 其實現在烏克蘭都並不足的 最多你就只能夠說 為什麼要打 為什麼要攻進去這個富爾斯克區呢 可以理解唯一種就是 叫做維藝救召 首先這個就是對俄羅斯 對普京來說呢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就覺得很沒面子 就是你現在攻擊了 或者你襲擊了 你佔領了這個富爾斯 它令得到它要疏散人群 然後別爾哥羅德 今天呢也都宣佈了一個緊急狀態 在外媒體 BBC那些說 起碼就令到普京看似 就變成現在是一個fail state 就是一個失敗國家 動搖人心 動搖人心也都動搖到它的政治根基 變成了很多的精英團體啊 那個管治階層啊 開始就人心惶惶了 就動搖到這個俄羅斯政權 起碼心理上面有一個這樣的效應 但是這個當然是重要的 對於烏克蘭來說 烏克蘭是急的 尤其是在大選前夕 如果真是Donald Trump可以接任的話 他怕就是Donald Trump收稅 不再支持烏克蘭 去繼續去做一個捍衛戰爭 然後逼他們去上台談 那如果時間是有限的 我當吧 即11月的大選前夕 距離現在呢 大概有兩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 最多就是三個月的時間 那你起碼呢 就在戰場上面 爭取一些好消息回來 起碼就是給美國覺得 民情覺得 支持烏克蘭是重要的 而且是值得的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烏克蘭爭爭取一些勝利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至於你會不會打擊到俄羅斯 這個未必 那你主要就是你要看回 究竟現在這些軍備交付了 就是最近 G7開會之後 這個美國國會 又撥了款 就是600億給烏克蘭之後 那究竟 它那些新的軍備 和錢 什麼時候是會發揮作用的 相信會很快的 尤其是兩手準備的G7 一方面就支持烏克蘭 另一方面就打擊一些 其實跟俄羅斯交易密切的一些公司 制裁他們 嘗試斷俄羅斯糧草 其實俄羅斯很急的 急到最近就傳出來 俄羅斯就跟中國 現在開始有一個 就叫做以物易物的交易 去繞過西方的制裁 中國呢 就肯定不會 就是現在它有這樣的討論 或者這樣的抵抵交易 那你可以肯定 就是中國不會因為 西方的制裁 就是減低跟俄羅斯的交易 那它一定會維持 盡量維持 現在中俄之間的貿易額 去到二千多億 差不多 那就是可以盡量維持就維持 因為其實這種制裁 不是沒有用的 是有用的 那你起碼令到 就是很多中國的銀行 就避免跟俄羅斯交易 那搞到以物易物 那就是其實這個 中國就起碼 對俄羅斯表態 不會因為怕了美國的制裁 然後呢 在貿易上面去減少對俄羅斯的支援 那起碼呢 就 就是 這個還要 這種此消彼仗 烏克蘭呢 有好消息 俄羅斯呢 就受到打擊 那這種此消彼仗呢 短期內 是已經發生了 那如果烏克蘭在戰場上面 還爭取到一些好的 一些消息的話呢 就是 有些得利的話呢 那如果 真是萬一不幸運 或者你說美國 美國 就是要白宮逆主的時候 真是要埋台談 真是要 有一個 Gran bargain的時候 真是要有一個 和平協議的時候 那大家 那烏克蘭想 要起碼爭取一些好的籌碼 在戰場上面得利 你才可以在談判桌上面 就得到的籌碼會更加好 那時候講烏俄戰爭 或者俄羅斯失敗 是不是都有些認知上早 是嗎 暫時是 那我們再探討一下 少少在伊朗和哈爾戰爭 現在還看不到伊朗 真是去報復以色列的 那這個你又怎樣去理解呢 有些說它又等著俄羅斯給一些武器 但俄羅斯自己的武器 都未必夠的 那美國都傳過兩次前報 就是第一次傳過48小時 好像昨天又傳過本週之類 伊朗會去報復以色列的 嗯 那我覺得它應該 評估過之後報復不起 惹不過 那就是你 那伊朗對 這個 這個伊朗就對這個加沙的支持呢 就是起碼我覺得就是有限的 那伊朗可能覺得自己都 都不可以開這個戰線的 那一方面又要支援俄羅斯 那是不是可以同時間支持這個 這個 就是加沙那邊呢 那就是似乎就是 評估過之後都是覺得 就是 嘴頭上面支持 那現在不提就當沒有了 我懷疑是這樣 我覺得是 第一次傳過